谢谢你 谢谢你一直都在比柔道 来自台湾的支持者飞奔向前 给柔道女王莲真凌 一个大大的拥抱 就是不舍莲真凌三度挑战奥运 却无缘挺进八强 让多年铁粉忍不住哽咽 现在跟以前比起来 在关注柔道运动的台湾人 真的多很多很多 就是她的那个坚持 就是有被看到了这样 身为莲真凌的学妹 与朋友从爱尔然直奔巴黎 虽然没有买到票 但他们在奥运场馆外 摆上平板铺好地点 守着比赛直播 希望能给莲真凌 满满的支持力量 辛苦了 谢谢你 辛苦了 准备的状况怎么样 赞吼 赞吼 今年36岁的柔道女王莲真凌 目前世界排名第21 是台湾柔坛第一位旅日的职业选手 曾在里渊奥运拿下第5名 创下台湾记录 而上届东京奥运意外首轮落马 去年亚运一举夺金后卷土重来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首战 只花66秒就赢得比赛 可惜最后止步16强 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才有办法走到第三届 所以这一次我真的是抱着一个 很感谢的心 然后也准备得非常好 只是结果不是理想的结果 可是我觉得 我已经把自己准备得非常好 就只能抬头挺胸 然后接受这个成果 莲真凌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会先好好休息 沉淀心情后 再决定未来的柔道之路 该怎么走 好 莲真凌很可惜的 没有办法在他第三次的奥运征伐 用奖牌来画下完美据点 不过这位36岁的老将 依然带给台湾柔道 满满的能量和感动 以上是民事新闻蔡秦景 在战神广场外的采访报导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 民事新闻台 裡面 还有蛤迷暂? 唐一 我们下车